那个 许诺他请假去医院了 那你去带办公室 我帮他收拾收拾东西 有点乱 我不想来 为什么 那你非要拉我来医院呢 你不会怕疼吧 不要你管 你说你爸可是医学界太陡 你丢不丢人呢 那中医一抓两副药就好了 那还要扎针呢 少来中医针就扎的针才多呢 来 你看这个针这么粗的管子 我揪你那个手指头不疼 等一下 我好像好了 少来 大夫来 扎这个 我跟你说这个真的不疼 真的 真的 这个呢是功能质 他没有任何的 你干吗还没开始插呢 吓死我了你 我去反射 偷你们的 偷你们的 好了 不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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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动了啊 没好的 疼那么疼 骗我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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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名纸是用来带婚戒的 它有根血管通往心脏 因此啊 称为童心纸 好好的 都扎好了 扎好了 乖 勇敢 骗我 好了 快坐去 来 来吧 好了 怪不得人家都说 每一个大男人心里 都住着一个小男孩 这个都需要别人的宠爱和呵护 要不是我亲眼看见 我还真不相信 那舌柳扎个针你就脆弱了 嗯 我脆弱的都快昏过去了 好好好 有姐姐照顾你啊 不哭不哭 你说 你花天酒地的时候 怎么没想到自己这么脆弱啊 谁花天酒地了 我感冒还不是因为你 怎么因为 你干嘛 我的意思就是 以后你生病的时候 我也可以这么照顾你 你占我便宜你啊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我来帮我妈拿药 拿药还要送花的哦 送给我妈的 怎么了 你们是 她发烧了又不肯吃药 所以我就带她顺便来验个血 就这样 发烧了 都休息 我走了 不 不 你是不是故意的你 对啊 我就是故意的 你干嘛故意的 你 我跟你说 我是在帮你 看她刚才这个样子呀 一定是吃醋的 等着感谢我吧 她肯定误会了 不疼了 不疼了 是我跟她说的 可是我跟她说的是你请假去医院 你有朋友她以为你生病了呗 不疼了 再不然 这花是送给林凡的 看见你在她都没好意思做 吃东西还堵不住你的嘴 这个局面想想总是觉得很尴尬呀 这三个人 这三个人怎么运气 怎么说这 我再郑重地纠正你一次啊 我和林凡只是普通的朋友 我们三个人 没有 只有 只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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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那要不然你退出 从前她俩 你说这林凡对你好不好 你自己说说 你评评你自己凉着 对你挖心掏肺了 有没有 人家这是典型的暖蛋 想找都找不着 你可倒好 也就是我真是怀疑 你看男人的眼睛 你打住 识乎 咱们能不能不说林凡啊 你要是觉得她那么好 你快收了她去啊 好 不谈林凡 谈小吉吧 你这次苏州之前 有没有替我看着她 她有没有跟那个 绿茶妹妹在一起 那个 咱们还是谈工作吧 我现在只想把 电商的事情弄好 只要公司的局面好了呢 公司的局面好了呢 你的男神就能 正视你的感情 对吗 瑞瑞 瑞锦 瑞爷 你能不能放过我 好 那我们现在就只谈工作 你能不能帮我 把含号断号的事情 给我解决了 这个于晶现在明明知道 上海卖得很好 她把所有的货 全部都放在外地卖 这不是明显就卡我脖子呢吗 而且我为了这批货 真的是我的业绩都损失两成 你怎么了 不敢跟她硬碰硬是不是 我不敢跟她硬碰硬 我怕她 其实这次苏州的事还真是个套 还是个连环套 我不管 反正我们现在已经 完全掌控全局了 明儿我就找她谈去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沈总要带许诺去法国 是啊 法国总部的接洽 一直都是沈总亲自负责的 就算沈总不在的时候 也是您跟林总负责的呀 可这次她既没有带您 也没有带林总 居然带了许总 我觉得这事太反常了 您必须得知道 机票定了吗 没有 还没有那么快 要先帮许总办签证 余总 不是我多嘴啊 最近公司上下 关于沈总和许总的传闻特别多 要是这次沈总带着她出国的话 还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想呢 您想想 那可是法国巴黎啊 五星级酒店住着 红酒牛排吃着 你说要在爱菲尔铁塔下 吹个小风 看看日落什么的 小言 你去找余总了 你都跟她说了 说了 多事啊你 不是我多事 沈总带许诺出国这事 真是太劲爆了 根本瞒不住 就算我不说 也会有别人去说的 再说沈总把这事交给我来办 要是让余总从别人嘴里知道的话 她肯定会记恨我 在这些大咖面前 我就是小竹子一个 谁都得罪不起 我说一句 你有一百句等着我 你就不能趁这个功夫 读读职场励志的书 充实充实自己 多读书 书上那些职场圣经 哪有咱们这儿来得深刻呀 我呀 还是在实践中成长 这次苏州代理称会议的情况就是这样子 数据大家都看到了 我们的业绩创了历史新高 甚至可以说 在业界都是前所未有的 这次我们创新的营销模式 受到了极大的回响 而且法方也高度赞扬 这一切我想要归功于徐总 还有策划部的极大努力 谢谢 这次订货会上的订单和货款 财务部已经整理出来了 但是有很多系列的库存不够 需要马上订货 没问题 我检查过账目了 我们现在资金充存 法方保证会优先供货的 对不起 我有一个问题 韩后茶蕊系列 现在库存已经没有了 如果现在生产的话 可能也来不及了 但是呢 上海的销售部前期做的团购 都是针对这个系列做的推广 现在的局面是有订单 没货发 我想大家都知道网络的影响力 如果这件事闹大了 负面效果是不可想象的 徐总 您在推广这个系列产品的时候 难道不看库存吗 我正要说这个事情 上海销售部联合策划部 借助第三方网购平台 全力推广韩后茶蕊系列 可是有人却私自将货品发往外地 关于这件事情 琳娜 我很想听听你的解释 这批发往外部的货 是代理商早就炒我要的 人家炒我要我能不给吗 想必你也是业内的精英 这么低级的问题 你也为得出来啊 发生这种问题本来就很低级 刘瑞是销售部的经理 总体把控公司的货品 是她的职责 为什么这件事情她不知道呢 我是副总裁助理 我有权利去帮你业务部啊 我有时候让你帮我写一条工作了 看吧 余总 您好意 人家未必领情呢 那 许总 这批货临近孝期 所以我让林南 发给东北代理区 特价处理 如果你想要在你的网络平台上 售出的话 这样不太好吧 至于你说缺货的事情 我也通知 个别大区 让他们把库存发过来 这样的解释 许总满意吗 我 余总跟代理商的关系好 所以出面打了招呼 他们宁愿自己受些损失 也愿意帮助我们 其实余总 一直很关注上海的市场 不会让我活空的 徐总很自信 也很强势 所以我一直不敢干涉什么 我只能提前做好预算 做好万全的准备 可没想到 还是让你给误会了 其实我跟沈总一样 我跟她一样支持你 我也希望大家一起把迪欧做好 迪欧就像我的孩子 哪个妈妈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好 之前 你分全批她 然后我发郑珊珊的奖金 现在老员工都跑到我这儿来跟我闹 我哪一次不是站在你的角度帮你圆场 没错 不 这件事我能证明 余总是拿自己的钱补给了郑珊珊 要不然以郑珊珊的性格 这件事肯定会闹大 抱歉 刚才是我太急躁了 当然了 如果你们能够合作武剑的话 对于迪欧来说 绝对是一个好事 外面太过分了 这不明摆什么 给我们下了个套门 现在全公司上架 都认为咱们是小人了 这招真硬 别说了 我有点乱 你帮我捋一捋 一直以来 我把余曼妮放在对立面 是不是对她不公平 我是不是应该检讨一下 或许 会像沈总说的那样 如果我们两个可以兵释前嫌 真心合作的话 那对公司而言绝对是服务 别做梦了你 你不知道这公司藏龙卧虎啊 下面有个绿茶表 上面还有个鱼奶奶呢 还做朋友啊 我都不知道你什么想的 我出去喝杯水 你自己好好想想 我问你妈 公司现在行事 你们都看明白了吗 没有 公司要变天了 我早上来的时候天儿挺好的呀 你是不是傻 你知道啥呀 接着说 我跟你们说啊 许总现在呀 可算是熬出头牢 自从这回苏州回来 那地位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就连余总都服软了 公开跟他试行呢 沈总更别提了 听说 沈总要带许总去法国 这次订话会那么成功 沈总带许总去法国也是情理之中啊 小级经理 这你都不知道了 这里边的门道 你们没看出来吗 你是说 宫中即将易主 对 聪明 那法国 可是浪漫之都啊 这俩人 本来就狼情愜意的 那法国再多一圈回来 那关系 不得有志地飞跃呀 你也太坚真了 你当余总是吃素的 坐等出局啊 余总是厉害 他是想严防死守 可法国 山高路远的 他守得住吗 他守再长他也伸不过去呀 对不对 想着我还有点小激动呢 你说 那俩人 要是在酒店 把房间没关 那余总能管得着吗 行了啊 你家鸡都是屁 赶紧吃 吃完赶紧上班了 这回他们就叫情定法兰西 潘逆 怎么不吃啊 我在想事呢 我在想 不能让许诺这么轻易地上胃呀 这是不用你急 语文比你更急呢 吃吧 吃 老啊 没问我 这回答案啊 我也想要 要许诺 大家 我打算 你怎么办 你都要准备了 有点事 表面上看着挺和谐的 但有点假 无论如何 这个局面和结果是我想要的 对 你是老板 你只看这种结果 不像我等草民 还会纠结过程 别闹 有点事跟你说一下 法国不是不带你去了 我知道 全公司上下都传遍了 连保佳一都知道 你要带许诺去吗 是法国总部点名要他去 你自己怎么想 你想带他去吗 带他去对工作有帮助啊 怎么了 没什么 要没别的事我就先出去了 还记不记得在苏州 你答应过我 给许诺一个明确的答案 我记得 我也给了 找你来主要也是希望 你不要再把时间跟精力 浪费在我身上 你决定了 就那样吗 当然 好吧 帮我代表我代表会 干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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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尾 漂亮 是 竞尾 漂亮 加油 加油 那边 来 来 来 学长 教练 一 二 三 来 来 来 赢了 我女人 那个求善心那么强干嘛 再说我也没想给你 我就是喜欢你 怎么样 舒佳没资格说话 所以你是享受赢的感觉 才爱上打拳的 那不是 我是因为智泽喜欢打拳 所以我也喜欢打拳 值得吗 值不值得 只有我自己值得 有事啊 你怎么知道 这些人放在这儿八百年都不谈 这一谈准有事 你说说 怎么了 烦 烦什么呢 公司的事跟你说的你也不明白 业务上的事呢 你妈是不懂 可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我身边那些姐妹们 每次来跟我诉苦说那些事啊 没有因为事烦的 为什么 事总能解决 烦的呢 都是人 人在职场 无非就是功名利禄 你说说 你跟人家争什么了 争什么烦 我也没争什么 我就是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 公司有一个女副总吗 她是公司元老 老本原先请我过去呢 就是觉得她义务不好 想让我取而代之 你没争过她 取代不了 反正就是不太顺利 我总觉着吧 你说一个女人 在职场上坐到这个位置 挺不容易的吧 所以呢 我就没把她逼太紧 只要没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就给她留个机会 但是她总是针对我 这倒也还行 我反正也能应付 可是最近吧 她的态度变化特别大 变成什么样了 她不再针对我了 而且好像还在帮我 就比如说这次 我全力推广的 那个化妆品系列吧 突然断货了 我就觉得是她搞的鬼 我还跑去问责了 结果她态度特别好 而且还主动帮我 从外地调来了货 就弄得 我在老板面前吧 特别小人 我就反省了 我说是不是 我一开始就错了 人其实根本就 没想跟我争什么 是我自己多心了 错过她 傻孩子 妈送你一句评语 你说 有智商没情商 不是 孙老师 您能不能说明白点 妈告诉你啊 如果这个人是天使 那她就在别人 掉进陷阱前及时提醒 而不是别人 掉进陷阱后伸手相救 而且救你的时候 还正好让大家都看到了 她这一向你示好 一些方面呢 让老板表明心迹 另一方面呢 让老板看到你的短板 和她的大度 表面上是帮你解决问题了 实际上 让你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您分析得还挺到位的 咱俩认识十年了吧 认识你都十年了 真是我人生最大的污点 我是说认真的 你客观地评价一下 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进 我觉得吧 我这样一个人 我算不上人见人爱 但怎么样也是个少女刷手吧 怎么 我这样一个人 搞不定许诺 有时候你还挺聪明的啊 我劝你啊 多用点心 否则等志泽带许诺去了法国 后悔就来不及了 有些事吧 不施努努力就行的 这点你比我清楚啊 我跟你不一样啊 反正我都已经喜欢他十年了 都已经习惯了 就跟每天吃饭 睡觉一样 他就是我的梦想 我只要每天一睁开眼睛 知道可以见到他 那种幸福感呢 就是支撑我一切的力量 如果有一天没有他了 我还真不知道会怎么样 应该与现在更好吧 我 说真的 这十年我都没见你这么认真 不要做第二个郁曼妮 我会一直做那个 让你恨得牙痒痒的顶犯 好 服务员 再来 再来一打 你年龄是不小了 智商呢 还没那么成熟 这外交里嫩烤白薯好吃 这职场上打拼啊 差远了 我就奇了怪了 您说你也没在公司工作过 这当了一辈子人民教师 做的是教书育人的神圣工作 怎么也这么复杂呢 这学校格子剑都是职场 社会生存法则都是通用的 我还是那句话 功名利路 你跟人家争什么了 人家那么针对你啊 我没争什么呀 我就是 争了个人 争谁了 妈呀 小姨啊 我最近 看我林叔叔的微博上 发的都是疗伤的心灵鸡汤啊 你跟他发展得怎么样了 你别跟我提他 小凡多好呀 小诺 你真得上点心 你要是一放松 再让别人给抢走了 我的亲妈呀 真的 全天底碎 就你一个人当他是香伯伯 我觉得他这儿 不正常 他不正常 我看你不正常 你不正常 你才瞧人家正常的 都不正常 我挺怕你 你这 你这说上口令呢 我不跟你说了 我跟小凡说 我让小凡来 我给他熬鸡汤 酥 你这孩子 姥姥 你说我小姨这婚事 可且蹉跎着呢 真是 我可以坐吗 我可以坐吗 我有个事情想跟你说 说啊 我觉得你除了自己 闷头吃东西之外 是不是还应该 做点别的事情 比方说什么 我觉得你应该亲自下厨 这样才算是真正的理贤下事啊 不要得寸进尺啊 我还没有说我要的尺 你怎么就知道我要得寸进尺了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想说 我们应该要做迪欧自己的应用程序 开发迪欧的电商品牌 我已经把报告发你邮箱了 我能做吗 你这阳光餐厅 主意确实不错 适当地给员工 调解一下心情 放松自己 不过小心一点 要是时间长了 会影响工作效率的 动物呢 需要圈养 而员工是人 尊重和信任 远比监督和约束 来得更有效 你讲话怎么老是一语双关呢 是吗 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吧 志泽 这次我们去法国 除了要给贝娜夫人助寿之外 陆阿姨还说 她朋友有个古堡要出售 让我们去看一看 毕竟我们以后要住 总得让我们满意才行 我吃好了 我先走了 我购物的眼光可好了 到时候你想买什么 我帮你买 你肯定会喜欢 不用 那你慢慢吃啊 我跟志泽还有事要商量 终于走了 终于走了 她刚说什么你听到了吗 我听到了 不是说带你去法国吗 怎么带她了 我怎么知道 她刚才当着沈总的面这么说 沈总也没有反驳 那还能有假吗 算了 带她去就带她去呗 你也别不高兴 你找她那样多能嘚瑟呀 巴不得全地球的人都知道 她跟老板有一腿 人家都要手牵手 同游巴黎了 我还能怎么样 也是 要不你跟老板说一声 你说你也想去 我脸皮才没那么厚呢 就知道你很没用 下下棋 下下棋 林总 再见 林总 再见 进 头都不抬 真没礼貌 你有什么事 下班了 一起吃饭吧 没空 你觉得女人有必要把自己弄得这么累吗 时常可不分男女老幼 我很赞同你这个话 希望你在任何时候 面对任何人都这么想 什么意思 请我吃饭 给你解惑 说来说去呢 你就想找人蹭饭 对不起 我忙着呢 我真没空 您请吧 好 那你别弄得太晚了 你拼得太辛苦 我会心疼的 还有 老板终究是老板 你做得再多 在他眼里都是本分 不会因此给你加分的 林总 婚婚 我 我有事想求你 不用求 有什么只要我可以做到的 尽管说 我 那个 我想 我知道了 最近手都比较紧 是吧 没事 您要多少尽管说 不是 不是 我就是想请您吃饭 你一定要赏光 不要拒绝我呀 我当什么事呢 你看你把自己憋的 行啊 正好我没有饭去 咱们一块呗 真的啊 你真的答应跟我一起吃饭啦 这有什么 你来了 走 嗯 来 谢谢林总 你老是这样的话 这饭可吃不了了啊 一会儿到了餐厅 我给你拉椅子 我给你递餐步 我给你 添水加菜 你都要谢我 这一路卸就来 不会把我给卸晕的 真的吗 你真的会帮我 拉椅子 第三步 添水加菜 要不这样 咱们去一个 比较草根点的地方吧 这样你也不会不自在 也行 今天不管去哪儿 我请客 记住了 我林凡 从来不会让女人买单 出了余总 今天我一定请你吃饭 我要好好谢谢你 我从进迪欧 您就很关照我 上次天津那张订单的事情 也是你帮我查明了真相 还有 我听行政部的同事说 公司在顶层建阳光餐厅 也是您主抓的 我知道 您是因为我 这个是许诺的提议 我只是负责监督还有执行 说到底就是为员工 谋福利了 林总 你真是个好人 我们都是好人 丽莎妹果然是安安不住了 沈总 我们需要帮你准备份宵夜吗 不用 那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下班了 行 等一下 徐总还在吗 刚刚过来的时候 看见他的办公室 在亮着灯 好 我知道了 好 我觉得您应该亲自下厨 这样才算是真正的李贤下市 王师傅 沈总您好 请问您想吃点什么 没事 我就想自己来 围裙借我一下 好嘞 您忙吧 我和您的家人 我去尝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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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打扮 我来 我去尝尝 我去尝尝 好了 尝尝吧 这是我特别为你制作的 许氏热狗 这是什么意思 我看了电商的方案 你画了好大一个饼啊 所以作为回报 你就请我吃这个 你也太小气了吧 我可是照着上次你教我 那个酱料调的 不错 如此可酱 就是你帮上次我放了 多少番茄酱 吃起来有点少吧 你要做很多啊 要做就要做得专业做得最好 这是我的做事原则 对了 过两天要去法国 我知道 你要跟巨美人 把臂重游大漫蜘蛛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 法国你跟我一块去 你又不买古堡了 认真一点 好 你说 这次去法国 本来就不是去游山玩水的 是商务 虽然表面上是参加菲娜夫人的生日夜 但实际上就是欧雅集团 全球代理商到回 很重要 也很正式 你明白了吗 懂了 明白就好 认真一点 嗯 法国 瑞瑞瑞瑞 我要去法国了 明天赶紧空出时间 再陪我去买衣服 林总 您认识她呀 我在听歌 这首歌 听起来好悲伤啊 林总 您有心事 其实我明白的 明白什么 大家都说 许总这次和沈总一起去法国 肯定会情定法兰西 您这么喜欢许总 肯定心里难过了 我知道您很为难 您很想去爱许总 可是 又琢磨不定 许总和沈总心里 到底是怎么想的 眼看许总和沈总 越走越近 虽然你也会吃醋 可你更担心的是 他们在一起未必能幸福 你害怕许总受到伤害 而且 您和沈总是兄弟 对于他们 对于他们 你既不能拉 也不能拆 所以心里苦得很 难得你能明白我 我明白 是因为我现在也是一样的处境 我很想往前一步 可是这需要太多的勇气 但光有勇气又不够 因为这一步 注定要改变得太多了 而且也不一定能得到自己想要的 甚至会失去更多 所以我就留在原地 什么都不做 也许这样才对大家更好 至少不会失去 你说得对 虽然有点委屈 但这样对大家都好 来 莫文 我敬你 阿姨 你看 阳光餐厅 对员工好是一件好事 可是有需要这么花俏吗 这都是许诺的主意啊 她现在在公司讲的话就是圣旨 没有人敢反抗的 而且她最近还缠着质责做电商 钱都没有少花 成效却见不到 电商的事呢我是听说过 许诺是想开发一个apps 帮公司来增加这个自主权 是件好事 不过我有点担心 她其实是拿着公司的钱 去满足自己的好胜心 阿姨 您放心 有我看着 我不会让她置手这天的 曼妮 还是你懂事 曼妮啊 法国的事呢 我听说过了 都是我不好 帮不到志泽 所以她就带许诺去 你千万不要这么想 阿泽告诉我 法国那边呢点名要许诺去 不管怎么样 她也是我们公司的行销负责人 最近业绩又这么好 怎么样她都有些功劳 公司嘛 就让她去吧 只要你心里记得 阿姨是最疼你的 虽然这次你不能去法国 但是阿姨呢已经突然 把你那些喜欢的名牌包包啊 一样给你挑了一个 现在应该送到你们家去了 谢谢阿姨 曼妮啊 我知道你不在意这些 但是阿姨现在能为你做的呢 就这么多 你要记得 不管在公司做副总裁 或者是做我们家的媳妇 做人呢 气度一定要大些 眼光要放长远一点 我知道 阿姨 在那个时代 做得很大 因为你不在意 你不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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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有关照 你不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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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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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